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球迷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继续在瑞士蒙特勒的皮埃列尔体育馆 为大家现场直播 2013年瑞士女排精英赛的第二场半决赛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第一场半决赛当中 巴西队是直落三局 3比0战胜了多米尼加队率先闯入明天举行的决赛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场半决赛呢 是由身穿白色球衣的俄罗斯队 对阵身穿蓝色球衣的意大利队 那么俄罗斯队呢 在本次比赛当中呢是分在了A组 他们在A组当中呢是两胜一负 他们是俄罗斯队先3比1战胜了中国 那么接下来呢 俄罗斯队是输给巴西0比3 3比0战胜瑞士 这样的话呢获得了A组的第二名 而意大利队呢在另外一个小组 在B组当中 他们是两胜一负 那么意大利队呢 在本次比赛当中 首先呢是爆出冷门 2比3输给了日本 那么接下来呢 他们是越战越勇 3比0战胜德国 然后3比0战胜多米尼加 这样的话呢 是取得了两胜一负 获得了B组的第一名 这样呢是和俄罗斯队 要争夺决赛权 好比赛开始 迪欧夫 迪欧夫呢 也是本次大赛当中 身高啊 最高的球员 那么意大利呢 这次啊 确实高度不错 啊 他们有两名 2比0二的大个啊 一个是17号 迪欧夫 迪欧夫呢 也是这次比赛 意大利队的主力坚硬 啊 另外还有18号 复攻贝托内 也是2比0二 有两个大高个 跳跳就花后排 伊萨约瓦啊 伊萨约瓦呢 相信广大的中国球媒 对他有一定的认识啊 这次比赛呢 中国的国庆 是第一场对俄罗斯队 那场比赛 国庆还是打得有点紧张啊 尤其是发接发的环境 不太理想 那么接发球呢 被这个俄罗斯队的3号 伊萨约瓦啊 冲击得很厉害 伊萨约瓦的大力跳 花球相当厉害 接内 那今天 呃 俄罗斯队这边呢 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11号啊 查普里纳 另外3号 伊萨约瓦 啊 还有呢 就是另外一个攻守 9号邦道啊 这是他们三大攻守 三大攻守 然后呢 在副攻的位置上 俄罗斯队 有4号 4号是扎亚茨科啊 这个副攻呢 身高1米左右 那么今天呢 他们的二船啊 和之前呢 有一些变化 今天二船呢 是用10号潘科娃 啊 之前的比赛当中呢 是用过6号啊 马琴科 马琴科也是打过奥运会 啊 奥运会的替补 啊 今天呢 在二船的位置上面 有些变化 另外还有一个副攻 是14号 14号 迪安斯卡亚 身高达到1米86 啊 自由人呢 是他们的19号 马洛娃啊 这是今天俄罗斯队的 首发阵容 这个球 没有发好啊 3号 伊萨耶娃的大力跳发 是很有特点的 啊 但是球没有发好 意大利这边呢 自由人是6号 何吉纳罗 那么19号 弗里 意大利的19号 弗里复攻 篮回 还是调攻 这球确实在 对方这两个高队面前啊 现在意大利这个高度 是非常好的 迪乌富是2米02 啊 10号 10号 齐里切拉 齐里切拉的身高 达到1米95 所以这两个人 站在前排的话 这个啊 王口优势很明显 对对方的攻守 也是造成很大的压力 背团 这球又被拦了 啊 又被拦 二十号 吉纳里 吉纳里是91年的小将 1米84 吉纳里是主攻 啊 10号 齐里切拉是副攻 那么主力的接应是17号 迪乌夫 呃 二船呢 18号 西格诺里 还是给迪乌夫 迪乌夫 这条米02的高度 确实 优势明显啊 现在是副攻19号 胡理发球 今天的两个主攻 意大利队呢 一个16号迪洛奇 啊 一个是19号 胡理 16号迪洛奇呢 身高1米81 19号 胡理是1米86 啊 但是这个 意大利的两名互攻 加接应的这个高度 是相当惊人的 情调 所以今天洛奇队啊 还是这个面对对方这种高篮网 还是要打得更加灵活一些 最高球半到尾 四号位 呃 由二考吉那里 江车打中 8比4 意大利队领先4分 进入到 第一局的第一次技术阵停 市场的第一次技术 的高度 竣之阳 遇到英尼 年轻б 去年轻贴 是20次的 我们练号 给你开了 中大路 中大路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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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队这次呢 虽然并没有排出他们一个 全部的主力阵容 但是呢 这次还是有一些有经验的选手 再加上在他们联赛当中 表现出色的一些年轻人 来参加瑞士精英赛 主角列呢 蒙卡雷蒂 带了这一组年轻的选手来到瑞士 打精英赛 主要的想法呢 还是这个要锻炼新人 像我们非常熟悉的 世界杯的自由价值球员 克斯塔格兰德 包括其他有阿里格地 波赛地 梅尔诺 那么这些人呢 都是留在意大利的米兰 进行集训 没有来到瑞士 但是意大利队在这次比赛当中呢 还是表现了较强的实力 虽然第一场 虽然之前的这个比赛 他们自己的这个第一场比赛 是包冷门 输给了日本 但是他们很快地调整过来 计划就出现了问题 广平 4号赵亚茨克 正名复工今年是22岁 身高1米96 俄罗斯队 他们一贯的这个传统优势 就是高举高达 网上有优势 但现在俄罗斯队的风格 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也希望能够把亚洲的这种快变 能够融合一下 在此刻 这个进入暂停之后 俄罗斯队是连锥三分 跳发下网 从目前的进程来看 巴西队虽然这次呢 只是一个半国家队的阵容 但是依然是表现的非常稳定 也很强势 巴西队应该是最大的国关热门 今天无论是谁闯最后的决赛 要想战属巴西队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俄罗斯队支撑在小组比赛当中 已经是0比3输给了巴西队 俄罗斯队的二传手 庞克娃发球 二号位跑中进攻 黄吉尔还是给接应的 伊萨耶瓦 给四号位的调攻 阿布里纳 所有人跟进的非常快 后攻 帮打的后排进攻 再来伊萨耶瓦 这就是俄罗斯队这次比赛的这个进攻 三驾马车 轮番 8位 接应伊萨耶瓦 加上两个主攻 9号邦达和11号查普里纳 这个球 这个球 俄罗斯队的自由人马洛娃表现相当出色 直接是防起了对方的重扣 但是意大利队还是有点精力不集中 这个球就直接电过网了 十比十平 队长潘科娃 拿网 给接应打 伊萨耶瓦 后三轻掉 俄罗斯队防守不错 但这个变球变得不理想 还是防反的过程当中 交给富翁 扎亚茨科 短平得手 俄罗斯队反超比分11比10 打手出界 7点7拉正面腹中胸高水米95 一场不到位 好球 这两队应该说从实力上看的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在风格上有点差别 意大利队是以全面而著称 意大利女排实际上真正的崛起 也就是在过去十年的事情 在2002年的市井赛当中 他们夺得了冠军 从此进入到一流强队的行列 那么随后呢 在世界杯 他们也取得了非常非常辉煌的战绩 2007年的女排世界杯 他们是继02年市井赛之后呢 再一次得了世界冠军 尤其是在11年 就轮章议会之前的 在日本举行的那季世界杯 当时意大利只是外卡参赛 但是没想到 在科斯塔格兰德的带领之下呢 最终是夺冠了 这个是有点意外 所以11年的世界杯呢 无论是男排还是女排 都是外卡年 女排是外卡参赛的意大利 男排呢 是外卡参赛的俄罗斯 和外卡的球队 最终夺冠 查普里纳 好球 看防反 这完全是打实力啊 俄罗斯队是三大攻守 各有特点 就应迪欧夫 女排当中啊 这个身高达到两米的还是寥寥无几 非常的少 俄罗斯队呢 会有一些 有几名也不多 那现在 我们看到意大利这边 这次参赛的有两个 两米以上的 而且都是90后 贝托内复工92年 两米02 敌务夫是93年 蓝网得分 49号 普里 俄罗斯女排的战绩啊 一直还是相当稳定 在过去的两届世锦赛 06和10 他们都得到了冠军 漂亮 钱幻 钱幻 今天呢 其实对于双方来讲呢 这个比拼的主要还是发挥的稳定性 意大利队 相对来说 他比俄罗斯队要全面一些 但是这次呢 因为年轻人比较多 所以在这方面的优势呢 也不明显 俄罗斯队以往的这个传统华宝的优势就是 网口优势 高举高达 但是由于意大利队呢 这次 从这个身高来看的话 也是相当不错 所以在网口呢 俄罗斯队这个传统的优势呢 也荡然无存 所以这场比赛呢 还是一个 胜负难料 可以说是 旗鼓相当的较量 这球 这球打手了 16比15 不舒服的 2号 全面的 16比15 全面的 1号 2号 2号 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局比较关键的时候 继续有主攻守迪洛奇发球 迪洛奇身高1米81 跳花的质量不错 被传还是给接应打 李萨耶娃 这个球其实后排已经起球了 现在俄罗斯队换二传 把队长潘科娃换下 犯上了马琴科 犯上了老将马琴科 马琴科是今年已经是32岁了 参加过轮断奥运会 球发得非常好 当大 17平 整个状况极其的焦灼 李萨耶娃呢 就是不太稳定 确实是很有冲击力的一个攻守 但是不太稳定 打开轮断奥运陋 张述 大 一个 好球出界了 17号马尔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主攻 93年 身高1米87 好的 他说俄罗斯的主教练马里切夫啊 对年轻选手还是寄予了足够的锻炼时间和机会 方德尔发球 男王出界 20比18 现在到了第一局的关键分 现在是大高个迪乌夫 2米02的坚硬发球 迪乌夫目前是男王得到一分 进攻得到两分 这发球不错 先把球推到后排 看看男王怎么样 哎呀 这球 意大利一个好机会测试 10号副攻齐里切拉的二号位跑动进攻被拦在界内 这一分很重要 副攻迪安斯卡亚发球 小飘 踢船不太好 丢分了 敌人说啊 这个2米02的高度确实要这样的大高个 去弯腰啊 去倒地防守是有点勉为其难的 灵活性啊 脚步肯定是跟不上的 意大利主角联盟卡雷利要暂停了 日式米牌精英赛呢 举办至今呢 已经是将近有30年的历史了 啊 但是从84年开始 但是最早呢 是呃 84年到1998年之前 啊 他的名字不叫精英赛 但是主动举办从84年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 1998年啊 经过国际这个排联的认可 称为精英赛 蓝网出界 啊 每一年的日式女排 女排精英赛呢 其实受到啊 各国家的重视 啊 以往呢 都有小世界杯之称 啊 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啊 啊在一些新的奥运周期的第一年啊 晚晚呢 会派出一些年轻队员去参赛 21平 重新换上了队长 二船潘克 啊 马尔科下 因为现在确实到了关键时刻了 啊 一三一二二二也上 到飘发前驱 这个球啊 这个失误有点不应该 七里切拉 再看一下 单脚被飞打直线出界 一团到位 篮回 俄罗斯的篮网不错啊 看这球 倒给接应打 给后排 漂亮 关键分下球 康克华上来发球 意大利的一攻啊 出现了问题 23比21 现在看看意大利这次的赞评 能否带来短击 打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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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意大利队 首先要把这次一攻拿下 因为这段时间 对于意大利来讲呢 是有点难度 前排两点攻 他们身材最高2米02 迪欧夫也在后排 迪欧夫这个球又出现 这个球是出界了吧 出现失误 迪欧夫扣球出界 迪欧夫这个给人的印象 虽然有2米02的高度 但并不是太强 这次是把手出界了 挽救了一个局点 迪欧夫给人的印象 确实不是太强 主要是他跳的不是很高 另外呢 稍微有点笨 不是很灵活 速度也不快 下手的速度不快 短平啊 这个防起来 看这一分 被传 意大利打得很顽强 欧陪欧夫 欧陪欧夫要站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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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这一分是相当关键了 看看俄罗斯的一共怎么样 一场接得不错 丝毫为拉开进攻 意大利这一阶段的防守 真是有如神助 还是给四号位伊萨耶娃 拦回 继续给 轻掉 这些迪乌夫立功了 最后意大利非常遗憾 刚才真是很努力 但是还出现了自身的失误 最终是俄罗斯队25比23 拿下了第一局 在局分上1比0 暂时领先 也极其接近 确实是其风对手 那么从第一局比赛来看呢 双方的失误都有12次 因为这次比赛的两队的年轻人都是比较多的 失误还是偏多 但是主动得分这个环节 俄罗斯队11比7 要多过意大利4分 不过意大利在刚才最后阶段的还是比较顽强的 双方拼发球 第二局一上来就拼发球 各出现一次失误 现在首尔的四副攻扎亚磁克发球 哦呦 这个球篮在界内 节奏把握的恰到好处 他又一次发球失误 这现在 奥特斯队意大利得的两分都是发球失误 意大利也有一次发球失误 现在是19号 互功扶李 再失误 再失误 你看这个 现在时候的四三比二 但是有四分都是发球失误 拼发球 还是要拼发球 哦 又没有 他又出界 双方是错来错去 里上往来 你送一个我也送一个 比谁的失误多 拼发球 这个意识没错 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成功率 好球 比安斯卡亚 我们常说呢 你这个如果不拼发球 发球太保守 那你没有办法破对方的战术 那肯定不行 但拼发球呢 也不能有太多失误 失误太多的话 你用性价比就不高了 又一次来往得分 5比3 直接接罚球丢了 找迪洛奇 意大利主角联盟卡来 立奥战停 我们签zan的相远 转连 一号无次 两号无 basically 已都可以 让我们再� vase 于 nie 现在是俄罗斯的主攻手 邦德尔发球 看头 没有打死 好球 吉那里 吉那里是91年出生的一个小将 身高1米84 他是在意大利联赛的杜林俱乐部校里 一船直接过网了 比武夫 比武夫就完全是打高点 高点的后尔进攻 出界 比安斯卡亚 又一次拉网 第一次进入阵停 俄罗斯队8分5领先3分 在正式参量的室舍 金典 比武夫 比武剧 对比武夫 将来的室舍 2013年的瑞士女排精英赛 中国是第一次派出了国卿来参加瑞士赛 那么主要还是国家队集训的时间太短 再加上我们的国卿将会在6月下旬 在捷克要参加世青赛 这样国卿来参加瑞士精英赛 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实战练兵的机会 那么通过这次 瑞士精英赛的表现 应该说国卿还是表现出 让球迷感到欣喜的一面 涌现了像朱婷这样的新星 包括复工郑一新也是相当不错 而且与俄罗斯包括巴西这样的强队交手 对队伍的锻炼价值非常大 尤其我们对这个半主力的巴西队 一度让巴西队是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有两局比赛都差一点获胜 平跳这个花球的质量很高 轻调 伊萨耶娃 确实这个在排球比赛当中啊 这个你要差个两年三年 那差距就很大啊 这个年龄段的如果说青年队和成年队相比 那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因为青年的阶段的球员呢 他们的这个可塑性非常大 而且上升的空间潜力啊 也是非常让这个球迷期待的 所以呢 你可能过了两年三年以后啊 他的水平这个完全有很有可能会提高一大块 直线长平纳 10比7 小飘 前排篮网冲了一下 但自由人没有及时跟进 俄罗斯自由人马洛瓦 也是一个90年的小将 打手出界 现在9号波赛利 一团不好 还走后三打 这球防回 便给四号位 平打后排 这球打在了标志杆上 再看一下 这球确实打在标志杆上 11比9 鱼大利队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打手 请掉 这球 应该说俄罗斯队呢 还是打得很清楚 打得非常清楚 俄罗斯队 这支俄罗斯队不要看年轻啊 但是他们的战术打法还是比较丰富的 他们的这个后排进攻质量很高 有后三 那么前排呢 这个二三号位都有配合 战术是比较丰富的 这么厉害了 好 好 平打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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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君 聞到 Пока 在 fiction 是 直播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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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 英三耶瓦的花球 对于大历史考验 这个一团顶的还算可以 仓促 仓促之宫啊 又是出错了 为了躲篮网 盲东出错 过于的下压 这球二传马琴科上场之后呢 还是和复工之间的配合 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比亚斯卡亚 复工啊 尤其是这个短平 前派这个位置 对落点的要求很高 这个操制过急了 荡荡 俄罗斯队连续出现失误 好的 时间要暂停 好的 时间要暂停 未经许是否建议 最后的呢 持连续出现的 草加 现场有不少意大利的球迷 马尔科长了一张娃娃脸 但是本来这个球很小 不到20岁 独乌夫基本上就是纯打实力 点高力量大 但是速度比较慢 现在俄罗斯队这双自由人战术 又换上了18号自由人 文德国拉多瓦 加强遗传 小斜线打在界内 意大利最平几分 这两个自由人是抢在一起了 马尔科 马尔科在二号位进攻 16比15 俄罗斯队领先一分 进入到第二局的第二次 继续暂停 16比15 马尔科尔科尔科尔顶先一分 衛俄罗斯队领先一分 0匙 准备 232 入手 中文字 1 正 知道 8 by bwd6 扎亚茨科上 扎亚茨科是1米96的高度 在这支俄罗斯队当中是低高度 发球的是迪安斯卡亚 全排博赛D的扣球被防起 平夫 双方平防守 马尔科 还是给马尔科打 这球防得真是很精彩啊 这马尔科年轻啊连跳 平夫 和后排防守的取位非常聪明 哦 俄罗斯队最后出现了失误 查普里纳 准备打大斜线出界 球没有控制住 十六平 比达里十号主攻守齐里切拉发球 二十号是副攻齐里切拉 这球应该出界了 今天的第一裁判是来自法国 第二裁判是来自瑞士 中文言 明网上 在 Ginsburg许风的脱线上 踏出界长 与比赛D 平坦 三五平 三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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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七七五平 三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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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七八 三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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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三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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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十七平 赛前我们就分析过两队呢 确实从本次大赛的状态 还有实力来看呢 应该是 谁赢都很正常 实力完全在伯仲之间 意大利拦网 意大利反超比分 二层首席诺里 查普里纳还是不收入 这个时候把另外一名新人换下 重新换上的查普里纳 这场球应该说 双方都还是比较正常的发挥了水平 比如说现在在前排 这对于俄罗斯来讲的也是不小的考验 比如说这个2米02的高度 在前排 十九平 这局啊和第一局可以说基本上如法炮制 就看最后的关键分谁能把握得住了 伊大利换上了一号 比安奇尼来发球 比安奇尼是一名年轻的主公 身高比较矮 才1米76 93年的小将 伊大利换上了不再 rac Canadian Ear okay able 俄罗斯的主动进攻环节还是不错的 歐劳斯的主动进攻环节还是不错的 烂劳斯 deence 他们的几个进攻点啊 这个火力还是比较分散 hal 好球 球发的非常好 意大利队先把球电过篮 俄罗斯的防反机会 后排进攻 往上的中德 给四号位 帮到这次四号位进攻 被意大利拦再见面 这个球 对意大利确实是大涨士气 刚才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 把这一分还是拼了过来 又一次拦网 连续两分拦网 意大利现在处在一个比较有力的位置 四号位拦一个 然后是费快再拦一个 再次拦网了 大利亚 2022 看一下这次暂停之后 现在俄罗斯还是要解决 一攻的问题 继续第一幅发球 俄罗斯队被拦了两个之后 又出现一次扣除失误 这局就比较艰难了 在迪欧夫的发球轮 俄罗斯突然是卡轮 这就看实际上是双方 就看关键分 这局又打飞了 连续出现失误 俄罗斯队毕竟年轻队员也比较多 一旦遇到了困难 遇到了阻力 出现了急躁情绪 这局基本上大势已去了 一船又直接过网了 篮网当回一分 年轻球员呢 就有这样的问题 就情绪容易起伏 一旦遇到不顺 这个自我调节能力还是差一些 看这球 俄罗斯队 篮网出界 意大利二手比二十一 帮回一城 双方前两局 赞成一比一平 好球员朋友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直播的是 2013年瑞士女排精英赛第二场半决赛 意大利对俄罗斯 前两局双方战成一比一平 前两局其实从进程来看的两队 完全是在同一水平线上 就看关键球谁把握的更好 第一局是俄罗斯把握了机会 第二局则是意大利 看看第三局 马拉娃 这球无辜 被传给迪乌夫 迪乌夫在前排还是威胁非常大 太高了 2比0二 迪乌夫呢 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10分了 是全场得分最多的球员 意大利的另外一个主攻 吉纳里也拿到了8分 二传西格诺里发球 一传又出现了问题 只能是过度了 平打过度 这球赛亚斯 这球俄罗斯的复工 赛亚斯科呢 还是利用他的身高优势 赛亚斯卡亚 1米9 赛亚斯卡亚的身高是1米86 把球赛亚斯卡亚ICE 把球赛按在了 这个对方的场内 中文字幕——YK 下手很快 迪安斯卡亚 迪安斯卡亚打的还是比较聪明 他的特点就是说 前开背快 这个二三号位的配合呢 都属于配合的还比较娴熟 然后呢出手很快 这球又发出界外 今天整体来看的 伊萨耶娃的发球 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福里 二三 很好的控制自私失误这个环节 主动兼分太多 停无呼 两名队员啊抢在了一起 这次的一传依然不是太好 这个球被查布里纳将攻补过 有了 确实这个发球的失误太多 进那里 球打在了标志端上 7比4 出现了 不错 往外打直见 8比5 意大利领先3分 7比5 7比5 出现了 7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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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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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比5 8比5 8比6 8比5 8比5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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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次打手出界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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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瑟耶娃呢 在小组赛的第一轮对中国啊 他的他的大力跳发呢 让中国国庆队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迪乌夫就完成超手 超手打小斜线 就打在三米线附近 点太高了 得天独厚的身高优势 后三进关 这个场馆呢 还是稍微矮一点 这场馆是不到十米 高度不到十米 这馆呢也比较旧 据说蒙特特当地呢 一直是希望能建一个新的场馆 但目前还没有实施 看这球 伊瑟耶娃的轻调 迪乌夫 等我们看现在 俄罗斯队把这个二十号复攻 所以亚科科娃亚换上之后呢 这个往前的高度有进一步提升 一米九二 一米九二 平满开 还是情调 后三 小亚科科娃亚 被快打成 小亚科科娃亚是九零年出生的队员 你只要是女子 五三 D 一米九二 一米九啊 一米九哥 防守不错 这球在边线附近 伊萨耶瓦 他的身高是一米八六 这个队员呢 还是陷入变化比较多 这局比赛 俄罗斯队呢 一直是处于被动 主要的问题呢 还是 自身的失误不少 再加上 这个在之前 他们在网口呢 还有点吃亏 尤其是迪悟夫在前排 都在地进攻失误了 第三局比赛 对双方来讲呢 都很关键 这是 转折的一局 前两局战成了一比一平 红网球 这球 这球 不点没跟上 俄罗斯的拉网是手朱带兔 后部正早 一窗不到位 给俄罗斯的机会 俄罗斯队 平 俄罗斯队 刚才是意大利 平打失误 这样 比分 分差又只有一分了 对对对 刚才是意大利平打失误 对对对对对对ади 是意大利一样的 相当不错 但是现在又重新燃起了悬念 揭发球不理想 比如说在后排 这种调功是很难打 这平比分了 这就是打手 现在胜负在一线之间 好防守 比无夫 只有人表现不错 过度 往上争夺 这一分很关键 奥特斯4号扎亚茨科 1米96的身高 之前在网口 这种球 他处理的很聪明 非常到位 直接往下压 22平 奥特斯 看上了18号 自由人来发球 这一分 比无夫在4号位前排的进攻 被拦死 这一分 我们再看 23比22 本来俄罗斯队这一局是命悬一线 这一局一度落后 长时间落后 大概4-5分 以大利现在换上了2号队长巴塞尼尼 比达里还是年轻 连这样的机会都把握不住 相当遗憾 长时间领先大概有15分 到最后关头 出现状况 奥特斯队打球救起来 差一点 还有机会 看看发球的效果 一场半到位 好的 篮网冲起 看这 俄网斯队把球拦回 伊瑟耶瓦 在副攻的掩护之下 二号位定点进攻 25比23 俄网斯队 艰难逆转 第三局 占据了天王山的一局 这样的话 在局分上2比1 俄网斯队暂时领先 蓝色球一的意大利队 那么在前三局比赛当中 俄网斯队是2比1 暂时领先 进入到第四局 刚才结束的第三局呢 对意大利来讲的是比较遗憾的 到目前为止 迪乌夫拿了13分 俄网斯这边的副攻扎雅茨科 可以说今天表现非常的强 也拿到11分了 在往前 他的篮网 包括对一些 网口球的处理 都表现得不错 第一分呢 在小组比赛三轮结束之后 他的总得分是50分 暂时排在得分榜的第二位 排在第一位的是 我们中国国庆的小将 朱婷55分 那么今天的 5到8名的排位赛呢 朱婷又拿了20分 这样的话 朱婷目前的总得分 达到了75分 俄罗斯得分 朱婷呢 现在这个总得分呢 还是高级榜首 很有可能会获得 这次瑞士女排精英赛的 最佳得分手 那么在最佳扣球 也就是扣球成功率 这一块呢 迪乌夫啊 是排在第一位 47.83% 非常高 第四局比赛 意大利没有退路 刚才我们也介绍过 意大利确实还是 年轻队员比较多 他有好几名 94年 92 93 94年 这些年轻队员呢 还是缺乏经验 一旦遇到了困难 在比赛当中 如果打得不顺 他们还是很容易 出现波动 相对来讲呢 俄罗斯在这块呢 要比意大利 显得稍微成熟一点 他们的年龄呢 也略微大一点点 大概会大个 两三岁 这份刚才两名裁判 商量了一下 还是判给了意大利 福利 发了一个前曲球 伊萨耶瓦打斜线 意大利对伊萨耶瓦的 这个斜线球啊 还是研究的比较透 再给四号位 轻调 这人再起球 背传 伊萨耶瓦也来一个轻调 得分了 由于邦大尔状态不佳 所以这场比赛呢 从第三局比赛开始呢 就一直用哈欣科娃 哈欣科娃和查普里纳打主攻 伊萨耶瓦打接应 大利突发 速度非常快 但一场顶得不错 伊萨耶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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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来 伊萨耶瓦的体能呢 稍微有点下降 仓妥见平 小节线 吉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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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6比3又到了迪乌夫的发球 一传出现了状况 无功 俄罗斯队员又在这个第四局的一开局 有点专注力不够了 这新船又是半道位 一跃就球 迪乌夫 迪乌夫的这个后排进攻确实比较差 迪乌夫在前排威胁不错 毕竟2米02的身高 但是还是 有点壮啊 所以呢 跳的不高 后排进攻比较差 迪乌夫 跳不起来 而且呢 比赛打到这个时候 到第四局了 可能体能也下降 8比4 提大利领先4分 会变得ㄶ 的 Zither Harp 继续由主攻守吉纳里发球 意大利队拦住了塔普里纳 9比4 意大利队 这支意大利青年军的给人的印象 他们比较擅长打顺风球 遇到了非常顽强 有刃劲的球队 他们打起来比较别扭 塔普里纳也累了 刚才这个点 这一队传的确实是很别扭 10比4 比较拿开 在连续住 四 συ射一征 她和人民币 都知道 她不明白 但是他能发生准备的 aquesta还会 那只有妳可以 United 打败打败 打败 打败的防守取位不错 哎呦这球没垫好 这球是平推推到了后排 拖赛地 11比4 俄罗斯队同样是出现了大起大落的情况 一公就是不下球 但是意大利的这球变得太高了 其实我们看这个就是年轻球员居多的这个队伍啊 确实有这样一个特点 波动纳 而不稳定 12比5 以大利大踏步前行 按照目前这种态势 俄罗斯对这一局是很被动 极有可能要打第五局的决胜 轻跳 非常漂亮的一跃就球 迪欧夫在后排那是基本上不怎么跳 俄罗斯完了一个 现在分差比较大 俄罗斯确实要拿出刚才 第三局后阶段的那股尽头 绝不放弃 第三局的后半段呢 他们也一度落后五分左右 当然是硬生生地给搬了回来 迪欧夫呢还是体重比较大 所以呢 这个一场比赛 他很难保持稳定的状态 团票率一般 迪欧夫 意大利呢两个2米02的大个 另外一个复工呢 这场比赛目前还没有上 18号背头内 也是2米02 但是上帝呢往往是公平的 你要是先天你个儿长得太高 一般情况下 你的弹跳力肯定就差一些 就不会太强 所以迪欧夫呢更多的还是依靠 他天然的升高优势 这局意大利的防守不错 还是甩给四号位 迪欧夫又是打小斜线 这种小斜线球很难防 意大利16比7领先9分 进入到第四局的第二次技术暂停 这种小斜线球很难以为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应该说今天俄罗斯队当中4号复工招雅茨科是发挥最出色的一位 8比16 现在呢接下来这个阶段对于俄罗斯队来讲的是最后的机会 就是争取在20分之前啊尽量的把分岔缩小 打手出界 其实对俄罗斯来讲呢可以啊准备打考料为第五局做准备了啊 这局要想再逆转的话希望是比较渺茫的 现在换马尔克上 我听到了吗尔克强在20分之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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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篮瓦 俄罗斯队呢 因为刚才是把二船换下 把潘哥娃换下 这个马秦克也不在场上 刚才那时换上马尔克 就是为了加强这个前排的篮网 要提升高度 现在是老二船马秦克上了 好球 另外一名自由人 维诺格拉多娃下来 还是查普里纳 现场上的查普里纳 包括马尔克 还有发球的邦达 三位攻守 现在落后太多 轻调 我看 迪欧夫这种大条弓 尤其是在后排的时候 没有什么威胁 本身他也跳不起来 再加上呢 他的下手的速度是比较慢 现在把迪欧夫暂时换一下 换成二号 八切礼礼 篮网出界 这个时候我们看现在把邦达换下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呢 这个时候换上一些替补 换上一些年轻球员 主要是让他们得到实战的锻炼机会 这一局已经希望不大了 要为第五级做准备 20比11 防洛斯队主教练马尼西夫要暂停 打二号 我们现在变我们剩下的错误 我们需要打赔 但是我们不得乱 我们冲每一个 我们冲每一冲 我们要打赔 所有的那些人都在那裡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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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уш 電腎 2121 火車 有一點極限戰 他們也是保存實力 你看伊薩耶瓦 idé雅茲 Ala 包括二選手 10號潘康瓦 這三大主力都在腸下 第五局势在所难免了 这样一个结果也正常 马克这个主攻应该说还是有发展前途的 身高马克是达到了1米87 93年非常年轻 而且相当灵巧 这样的高度还比较灵活 出网了连击 其他主力现在场边上预热一下 为第五局的决战 做最后准备 好 我们看现在终于在这个第四局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 把另外一名2米02的大哥换上了 18号复工费托内 费托内是92年出生 马克扣球出界24比13 意大利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俄罗斯队在第四局当中的确是发挥失常 俄罗斯队他们的主动得分缓解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失误很多 这是俄罗斯的问题 又一个失误 92年刚才大比风落后有无限恋战 意大利二十五比十三 拿下了第四局 前四局比赛双方战成2比2平 要进入到第五局的决战了 一局决胜局 前四局双方战成2比2平 两支球队这场球应该说都出现了一些起伏 当然这也很正常 因为意大利队有多名9394年的小球员 而俄罗斯队也有像9091都是比较年轻的一些球员 从实力上看两队也是起鼓相当的 所以今天谁能够笑到最后依然是不好说 意大利在决胜局第一次就发球得分 不过从气势上看俄罗斯队现在需要及时的调整 刚才毕竟第四局是惨败 13比25 还有发前驱 这个一团结的不错 好球 带亚茨克的高点短平 决定 带亚茨克的高点短平 带亚茨克是今天俄罗斯队表现最好最稳定的一个球员 二四队的篮网移动还是很及时 二比一 这绝阵局啊 能不能有半点闪失啊 稍微要是分叉 被拉开的话就很被动了 探头 三比一 以大利在绝阵局一开局就出现了状况 看这一分啊 这一分如果再不能拿下的话 蒙卡雷利肯定要暂停了 又丢一分 四比一 意大利要暂停 大利亚利肯定要暂停了 大利亚利肯定要暂停了 2013年瑞士女排精英赛呢 从八支参赛队伍来看啊 多米尼加基本上呢是以奥运的阵容来出战 那么巴西队呢是一个半支国家队的这么一个阵容 那么另外呢其他的一些队伍像中国是国庆出战啊 是最年轻的 瑞士呢本身他的实力有限 瑞士呢他是一只半夜 半夜鱼的队伍啊实力有限 那么德国也是相当年轻啊 日本呢是也是二队啊 有一些国家队的替补加上一些年轻人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意大利啊 包括俄罗斯也同样 以年轻人为主啊 所以呢 从队伍的成熟度来看呢 多米尼加和巴西是最好的 但是多米尼加呢 这个由于自身的这个在技术上的缺陷 所以呢他也没能探动巴西 在第一场半决赛是0比3输给了巴西 多米尼加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过于的粗招啊 今天和巴西队比赛的时候呢 他们的这个基本上进攻就过于简单啊 没有快攻啊 不攻呢 在场上基本上是隐形 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 把二传和不攻配不起来 所以像这种局面呢 那么多米尼加要想和巴西的全面性看衡 那显然是不可能 所以巴西队还是比较轻松的就过关了 那么明天决赛的对手 不管是俄罗斯还是意大利啊 从目前的这个稳定性 从目前的实力来看 除非出现意外啊 或者是超水平发挥 那么这两个球队 意大利和俄罗斯都很难战胜巴西 6比3 7比3 意大利队已经不好办了 迪欧夫啊 虽然有高度 但是排球比赛当中不是说你一位的高就行 还是要 身高还是要在一个一个合理的这个区间 你运动员的一般情况下呢 很少超过两米 有一米九几已经是相当好的高度了 就是你太高了呢 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或者说你的灵活性不够 是吧 你体重大 速度慢 灵活性不够 那么弹跳也不够 8比4 这样的话 俄罗斯队领先4分 交换场地 如果说俄罗斯队胜出的话 那么俄罗斯队将迎来不仇的机会 因为俄罗斯呢 在小组赛当中 曾经是0比3 输给了巴西 其实从那场比赛的内容和过程来看 输给巴西是 无话可说 不仅是0比3 而且呢 这个比分很悬殊 俄罗斯队0比3输给巴西呢 第一局是14比25 第二局20比25 第三局呢 还不错 23比25 有不少现场的意大利球迷 为意大利加油鼓劲 确实现在意大利是比较被动 局面很困难 决胜局啊 落后4分就不太好追了 俄罗斯现在换自由人 半十八号上来发球 维诺格拉多瓦 出界 从意大利队员的这个表情来看呢 他们情绪已经有点低落了 决胜局打的这个份上是 比较难办了 还是不能放弃 还是不能放弃 一分分追 至于能不能逆转 再说 作为竞技体育来讲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放弃 拼搏到底 有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在一夜之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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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武服后排进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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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人 ales 加油 但这个意思是 青鹿 它们都没有粉碍 是 现在 好的 这是 糟糕 不是 tech 我们说过呢 这两支球队都不成熟 都有大起大落的表现 所以呢 落后几分还是要拼 这个一传又是半到位 看这一分怎么样 大条弓 再度失分 这就是戏剧性 之前在第三局 应该说是第三局 意大利呢 是固是好局 也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 看这个一攻了 伊萨耶瓦 这一分算是稳住了阵脚 伊萨耶瓦扣二进攻 以大利的也是一传出现问题 好的是机会 轻掉 而交给迪欧夫 迪欧夫后排进攻打在剑内 9比10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对一两队来讲都打得非常的艰苦 还是要交给伊萨耶瓦 这个球 这个球篮在剑内 10比10平 真是戏剧性的变化 刚才 意大利开局 对俄罗斯打出了一个得分高潮 一度是落后了5分 决胜局落后5分 居然追平 这就是青年军的特点 这对于一支成熟的队伍来说 是很难想象的 这种局面是很少发生 意大利的花球下网了 11比10 向欧德斯的攻守查普里纳花球 当地鼓网球落在剑内 关键时刻 俄罗斯运气不错 意大利主角列 门卡雷利马上要了第二次暂停 请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许可疑 没有请吝点赞 许可疑 命费 要解釀 人间 然后 能分极 12比10 看看意大利接下来这次一攻怎么样 一场还可以 迪乌夫 见内 这关键球啊 二传还是相信迪乌夫 现在是意大利的二传星诺里发球 一赛耶娃打在界内 打在端线上 一赛耶娃打一个长线打在端线上 现在意大利的一攻不能有半点闪失了 四号赤亚茨特发球 一传不错 但没有配好 这个失误就很致命了 没有配好 这样的话俄罗斯拿到第五局的局点是整场比赛的赛点 18号背头内虽然高啊 但是毕竟篮网可能有高度 但是和二传配的还是不理想 迪乌夫 俄罗斯的机会 看着球 结果是 一赛耶娃 一赛耶娃的大力重扣 结束了奔长比赛 俄罗斯队15比11 拿下了决胜局 从而以3比2 淘汰了 意大利 这样的话俄罗斯队也闯入到明天的决赛 那么巴西和俄罗斯明天的决赛将会在瑞士的当地时间下午4点 在北京时间的晚上 在北京时间的晚上应该是10点钟